我們繼續來看時間二次的小鳳堆在日前緊急救護小鳳堆被安全帶停死掉 馬上是他掛著用安全帶來掛給回來救人 在小鳳堆在北強調安全帶在緊急挑動的時候會主動發案 做到沒有空間的時候會讓人受傷 所以在北方有小朋友在坐車的時候應該要他照著規定製成安全這一 日前發生小鳳堆乘車安全帶頂到的緊急事件 日前小鳳堆出動緊急來救護 告訴中醫後經過重醫立即以掛桌來掛藏安全帶來救人 他媽媽嘗試說要把安全帶解開 然後可能是安全帶已經纏得很緊 沒有那個彈性的一個空間 然後越急的要解開 然後那個小孩子就越覺得痛 然後他媽媽想一想就打醫生電話 已經那個纏得很緊 已經沒有解開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安全帶的那個切割器 一下子不用幾秒鐘就把安全帶把它割開 然後這個小孩子就很安全的脫困 小鳳堆也表示按讚大電力緊急突動的時候會自己縮軟 如果正說越刺越軟 如果沒有空間的時候就會輸人受傷 然後這邊就已經沒有辦法再結了 當這邊不能動的時候 就整個是束不住了 對那除非你有空間可以讓它再緩解回去 或者當它已經是這樣束緊 然後已經是繞住它自己了 這樣子你不管怎麼用它已經回不去 因為你已經沒有空間可以再鬆開它了 相對讓小朋友坐車應該他整天來搭載到安全捷運 那所以呢法律商會寫說 他如果你滿了4歲然後在12歲以下 就應該使用增高電 或者是18公斤以上 然後36公斤以下都要使用增高電 那有一種情況下是可以不用 就是說小朋友成長得比較快 那他的脖子如果是不會被安全帶給束縮到的時候 那邊總共一起請問不得